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用急嘛 就是啊 别喝那么多了 多吃点菜 这个是你最喜欢吃的 以安 你看你怎么还给我夹菜啊 应该是我给你夹菜对吗 以后啊 给你夹菜这件事情 就包在我身上了 好不好 来 这个不是你最爱吃的吗 多吃一点 伯母 我给您加点果汁吧 还让客人动手 真是不好意思 我自己都没把自己当客人 您干吗这么客气呢 好啊 好了 慢慢吃 多吃点 甜心 妈 菜已经这么多了 你就让甜心坐下来 一块儿吃饭吧 立香 我让甜心做点事情 你又心疼了 妈 没事的 甜心 没事 谢谢大嫂 谢谢 没事 你 怎么了 干吗这么看着我 是我 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甜心 懂不懂礼貌啊 怎么这样看着客人 像话 呃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觉得 梁先生看起来很面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真是你住手 我帮你拍下来 关你什么事啊 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吧 我的记性很好 如果我们见过面的话 我应该会记得的 应该弄错了吧 应该是我弄错了 不好意思啊 没事 你说什么 甜心拍下了我打你的视频 你 骗你干吗呀 你忘了 那天你在街上追着我打 很多人都看见了 忽然有个女孩在来救我 你还骂了她半天呢 忘了吗 这下糟了 如果她拿视频出来的话 我追以安的功夫就全白费了 不行 你一定要帮我想办法 去把甜心手中的视频给我删除掉 想不到你这样的混世魔王 你有怕的什么 你现在还有心情 在这给我幸灾乐祸 我告诉你 现在你的把柄在我的手里 如果说我要是被掀了底 那么我头一个就是拉你做垫背 要死大家一起死 你真卑鄙 你有多高尚 现在不管是好的坏的 我们俩都绑在一起了 以后你的命运怎么样 看你自己的表现 我记得当初甜心是用手机录下画面的 我要怎么样才能拿到甜心的手机呢 跟她开口气 说不定会弄巧成拙 反而让她想起见过良妃的事 什么时候来的 一声不吭 吓死我了 你又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要不然干吗这么心虚害怕 我哪有心虚害怕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玩什么把戏 我警告你不要再找甜心的麻烦了 也不要继续在我妈面前煽风点火 你这样做的话只会让我更讨厌你 甜心甜心又是甜心 你每天除了帮甜心教训我之外 跟我之间就没有别的好谈了吗 后续等你以后 不再想办法陷害甜心之后 我妈还可以做朋友 我不想只拿你当朋友 一香你还看不明白吗 甜心跟我们这个家 根本就格格不入 他不适合你也不适合这个家 只有我才是最爱你 最适合你的女人 你到底要我说几遍才明白吗 我早就不爱你了 我们之间是回不到过去那个样子的 那我全心全意地爱你会有错吗 好 就算我像你说的那样 我挑拨了一件 我找甜心麻烦 那也是因为我爱你爱得快发疯了 你总算承认你陷害甜心了 立香 对不起 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好 但是 有的时候我控制不了 我因为爱你而变得自私的心意 现在 有时候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我记得那天 你陪我去拍婚纱照片 我真的希望 我可以当你的新娘就好了 但是 当我在婚宴上看见 天心挽着你的手 而你的眼里只有天心的时候 我的梦都碎了 我觉得我的心想被刀子 一片一片割下来那么痛 你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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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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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叫 一笑 如果老天爷能够同情 让我们再回到过去 那么相爱 那么甜蜜的时候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 再也不会离开你的身份 好 好 好了 好了 哎呀 哎呀 方桐 方桐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不可能再爱你了 但是尹湘我只求你一件事 求你对我好一点 那也我也会对田馨好一点 到底怎么回事 方彤为什么会抱着一下 我回来了 你刚刚去哪儿了 我在家里四处找了一大圈 都没有找到你 我去小区外面走走吧 最近公司的事情多比较忙 去三三部疏解下压力 对了 今天梁飞来家里做客 密码厨房的事情也累坏了吧 辛苦你了老婆 你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 我先去洗澡 为什么你想要对我说谎 伯母 我听乙安说 您最喜欢用这个牌子的保养品了 品别国内又买不到 这是我和朋友 特定从国外帮您带的 梁飞啊 你还花这个功夫 真是太麻烦你了 不麻烦 其实吧 我就是觉得 您跟伯父人都特别地好 尤其是伯母您 看到您我就觉得亲切 您也知道 我从小就是个孤儿 所以遇到像您这么好的人 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要孝顺您 谢谢啊 谢谢 宜安 妈 方桐 宜安 梁先生也来了 你好 喂 等我一下啊 好 等一下 喂 姐 星星啊 干嘛呢 怎么去喘去虚的 最近还好吧 怎么好久没给我打电话啦 是不是你的婆婆她又为难你啦 没有 我婆婆没有为难我 我怎么听着你的声音怪怪的呢 我最近喉咙一点不太舒服 你怎么喉咙不舒服啊 那我给你买药送过去吧 不用了 我这里有药 哎呀 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也没有别的事 就是我跟你姐夫想你了嘛 又不好到你家去 哎 你也知道 我是一看到你那个婆婆我就生气 我就要跟她吵架 所以呢 眼不见心不烦 对了 星星 要不你偷工自己回来吧 我给你淹了你爱吃的酱菜 今天来拿 姐 谢谢你 谢谢你 好吧 拜拜 拜拜 谢谢 咱们一个人在这儿坐着 问的话 嗯 哎 乙安 我刚才 看甜心那副样子挺可怜的 好像 她在你妈那儿 不怎么招待姐 是啊 你刚才听到了 我妈就是一心想把她逼走 就是因为假怀孕的事情 那只是导火线啊 我妈不满意她的地方太多了 什么家事啊 背景啊 总之 她就是想拆散我哥和我嫂子 哎 这么惨啊 我在想 假如说 我们俩要是因为我的出身 被活生生拆散的话 我的心里肯定会痛得要死的 你表现得很好 我爸一直都挺喜欢你的呀 再加上这段时间你这么努力 我想我妈应该也会接受你的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呀 真是谢天谢地 你 乙安 我肯定会 一直一直地好好爱你 一直一直地 让你父母对我满意 我不会让任何人有机会拆散我们俩的 不过乙安 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只顾着自己幸福吧 我们是不是也该想想办法帮帮你哥跟你大嫂啊 其实我也很想帮他们 可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帮他们 你也知道我妈的 她在家就是自喜太后 听你这么说 好像要改变你妈对天心的看法 还真是挺难的 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只能帮天心尽量地舒缓心理压力 要不我们带她出去散散心好不好 我记得你好像说过 她以前开了一家网店 好像还挺成功的 如果我们现在带她到她店里去 你觉得她会不会很开心 对呀 良妃 你实在是太棒了 这段时间啊 我妈就把天心当庸人一样使唤 她每天忙家我忙得都筋疲力尽了 真的是应该带她出去好好散散心 放松放松心情了 那我们就这么决定吧 既然你妈那么疼你 那要不就由你代替你大嫂去你妈那请假 这样你妈肯定会答应的 你挺会插眼观色的嘛 那当然了 天心的假就由我来负责吧 好 走 来 进来吧 大嫂 爷 梁先生 不用客气 叫我梁飞就好了 这边坐 你们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我们就是想问问你 想不想跟我们出去走走 出去 去哪儿 梁飞听说 你之前经营的那家掏女老网店很成功 所以啊 她想让你带着我们去参观一下 去我店里看看当然好啊 不过还是别去了 我怕妈知道了会不高兴 要不我跟我姐说一声 让她好好招待你们 放心吧 我啊已经跟我妈说好了 你只要安心的跟我们一起出门就行了 真的吗 我还有一大堆家务没有做完 妈怎么可能答应 放心吧 我跟妈说 说我想吃马卡龙 让你带着我去买食材 回来做给我吃 所以她就同意了 嗯 可是我不会做马卡龙 万一妈问起来 那怎么办 到时候我就说我又不想吃了嘛 所以我们就回来了 一安 谢谢你 别客气了 杨妃 杨妃 你干嘛呢 没干嘛 你们应该商量好了吧 如果商量好的话 我们赶紧出发吧 不然待会儿 要是伯母改变主意的话 那就糟糕了 对啊 大嫂 咱们赶紧出门 走 我还没有拿包呢 请 谢谢 谢谢 好久都没有这么轻松的感觉了 那以后啊 我就多跟妈找些借口 把你带出来 免得你在家里闷坏了 谢谢你啊 不过以后还是不要了 万一让妈发现 连你都要跟着挨骂 这你就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了 没问题的 对了 我应该先打个电话给我姐 我的手机呢 我的手机放在家里忘记带出来了 要不这样吧 先拿我的手机借你打吧 要不然先用我的吧 不用了 我怕万一你哥找不到我会担心 梁先生 我们才刚离家不远 可不可以麻烦你绕回去 让我拿个手机啊 等我 下来个我 跑 快跑啊 快快跑 别打了 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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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是让你逃 逃啊你 这个良妃 简直不是人 像你这样的出生 凭什么得到你 别打断女腿 走啊 不行 这样一来 我和良妃早就认识的事 就会被发现的 方桐 逸祥 你怎么在这里呢 田兴呢 田兴跟已安出去了 逸祥你不是上班去了吗 怎么回来了 我后来拿份资料 田兴不在 你到我们房间来 你想做什么 我 你该不会又想偷偷 在田兴背后 搞什么鬼了吧你 我没有一想 好吧 既然被你看见了 我也不怕你笑话 其实 每次你和田兴不在的时候 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来到这个房间 想象着 如果我们有鬼迷心情 我们还在一起的话 那现在这个房间的女主人就是我 你到底有完没完啊 我昨天晚上跟你说了那么多 你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吗 我真受不了你了 你现在马上出去 离开我跟田兴的房间 谁 你不要对我这么残忍好不好 我知道你恨我 恨我当时离开了你 可是没有爱哪里来的恨吗 我不信你只把我当妹妹 你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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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奢求你娶我 我只要你让我待在你身边 看着你 爱着你 请你不要破坏我的梦 因为我已经控制不了我自己了 你不要不爱我 乙香回来了 这不是我哥的车吗 不知道方桐把食品删掉了没有 不是 方桐 你冷静点 你先放开我 放 放开我 我不要 我绝不放手 求你分一点点爱给我 如果没有你 我就活不下去了 你不要不爱我 好了 方桐 你别哭了 好吗 别能哭了啊 别哭了 别哭了 你先别哭了 好不好 好好好 天心应该快来了吧 对啊 应该很快 来了吧 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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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一安 我想一个人去走走 就不陪你们去店里了 大嫂 大嫂 天心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啊 她好像还哭了 我 出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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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天心就这样一个人走了没事吗 不知道啊 盈安 你怎么在这儿 哥 我还想问你呢 你是不是跟大嫂吵架了呀 天心 我没看见她 她怎么了吗 本来大嫂准备跟我们要出去玩的 可谁知道她手机落在屋子里 我们就陪她回来拿 刚才她出来的时候脸色好难看 好像还哭过 你说 天心刚才回来过 就在你出来之前 她刚走 难道 她看见刚才我跟风头 她往哪儿走了 那边 帮我拿下 门上锁了 肯定是异乡对我有所防备 怎么办 我还没有删掉天心手机里的视频呢 去吧 我还没有听过 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有关系的 我会被解答 我们不怕 你不是回答 我们不怕 想太多了 天心 你怎么了 怎么哭成这样 可怜的孩子 你说苦了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一定是为了家里的那些事吧 女人结婚 有的时候不只是嫁给一个男人 而是嫁给这个男人的家庭 大家生活习惯不一样 什么都得慢慢地试 结婚之后一定要有一阵磨合期 每个结婚的女人都是这样熬过来的 有些女人则比较幸运 有些女人振动机会比较长 可是 为了跟自己心爱的男人白头偕老 再哭再委屈 大部分女人都会选择一再坚持 一再努力 我是过来人 你的心情 我大概能够了解 如果你愿意说 那是最好 如果你不愿意说 或者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就别说 好好地大哭一场 把心里的苦和委屈 全都哭出来 我不会笑你的 阿姨 我真的很难受 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孩子 没事了吧 哭完了好多了 谢谢阿姨 inent 你 下车吧 阿姨 天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 好的坏的 都要坚强面对 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要想清楚怎么做 才是对自己最好的 我把这几年 行走江湖的绝招 全都交给你了 你可要好好记住 阿姨 谢谢你替我诉苦 还这么帮我 没关系 你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跟我说 我相信你够坚强 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我会坚持下去的 谢谢你送我回来 别客气 那我先进去了 别碍喇叭了 我马上就走 爸 爸 阿姨 你们认识啊 我 我们不认识 我先走了啊 嗯 你怎么会认识正 刚才你叫阿姨的 这个女人呢 她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妈妈 刚好在路上遇到 就顺便送我回来 爸 你怎么了 没什么 进去了 嗯 站住 你去哪儿了 我让你陪以安买东西 你不说一声 人就捧没影了 你不知道我们为你着急吗 行了 田馨又不是小孩子了 出去一会儿 你招什么急啊 还有 你别没事骂田馨 你整天哇里哇啦的 你不烦哪 今天什么意思啊 一进门就跟我过不去 你们俩人 怎么会一起回来的 刚好凑巧 十分偶然地在门口碰上了 不行吗 你等会儿我话还没问完呢 你们俩真的是在门口碰上的 你是不是又跟尹强他爸告我的状了 没有 我没有 那他为什么就板着张脸就进来了 你说什么 田馨不见了 是啊 他突然跑出去 去哪儿也不说一声 手机也不接 我绕着整个小区好几圈 也都没找到他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好端端干吗跑出去啊 还不就是为了那些 一些家里的事情闹脾气吧 真的这么简单吗 一翔 你知道田馨这个人 有什么委屈都是往肚子里吞的 怎么可能为了一些小事 就闹得离家出走呢 发生了什么大事对不对 小云 你说什么 田馨离家出走 嗯 周一翔 你怎么对待你老婆的 你们新婚才没多久 你又把他气得连家都带不下去了 会不会太过分了 嗯 袁先生 再怎么说也是我的家务时 你的反应是不是太激烈了 对啊 老沟 你为什么那么激动啊 嗯 田馨是郑云的好朋友嘛 他们两个情通姐妹 爱屋即屋 帮我老婆的好姐妹 打抱平衡不行吗 嗯 袁明说得没错 田馨就像我亲姐妹一样 她要是受人欺负 我肯定饶不了她的 好吧 既然田馨没来找你们 我就不打扰了 我再去别的地方找她 哦 对了 郑云 如果你有田馨的消息 麻烦你也让她尽快跟我联系 嗯 那我先走了 谢谢 哎 一翔 你应该知道 田馨在跟你结婚前 是多么快乐 多么有活力 可结婚之后 她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像云平说的 你们结婚才多长时间 她不是被车撞 就是离家出走 你们当时谈恋爱的时候 你父母不同意 她都没有这么魂不守舍 现在到底什么状况啊 一翔 你和田馨 也是一起走过风风雨雨的人 你当初答应她 要好好照顾她 疼惜她 可是 现在呢 郑云 谢谢你的提醒 我会努力做到 我对田馨的承诺的 别让我走 我先走了